哈囉大家好 平常你們在現場剪齊瀏海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呢? 是不是每次剪完的時候不是兩邊不對稱 就是兩邊會有過多的層次呢? 今天一定要把這支影片看到最後 因為我們會用三個步驟告訴你 其實剪齊瀏海可以輕鬆完成喔 哈囉大家好 最近因為我常收到我的IG私訊裡面 有同學在問說有關於齊瀏海的剪法 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一些重點 那其實反觀就是過去的一些教學 我們常常會重視一些流行性的 或是非常基礎的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放一些小的一些單元 原因是因為其實有些小的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一些小步驟之後 就可以在現場馬上使用 例如說像今天的齊瀏海 我就覺得是一個非常實用的一個方法 那有類似的這種問題 我也歡迎各位在下面都可以提出問題喔 那我們也集結了 就是過去一陣子大家的提問 那我們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可以用每個小單元的方法 來進行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就回到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齊瀏海 那想到齊瀏海 其實我們要先一講到的是瀏海分區 我們先不論瀏海分區 有分方形圓形跟三角形 我們就拿最大宗的三角形瀏海 來做舉例好了 大家在分這個三角形瀏海的時候 大家都會容易有一個盲點 就是一定要是什麼眉峰還是眉尾去對哪裡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錯誤的一種觀念 原因是因為每個人的眉峰眉尾 跟瀏海其實沒有絕對的關係 但是髮瀏海卻是跟瀏海有絕對關係的一個模式 所以呢其實第一個 我希望大家能夠記住的小重點就是 你在瀏海分區的時候 一定要先將頭髮先自然擴散的束開 然後找到那一個你需要的寬度 以及需要的厚度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髮瀏已經告訴你 就是你在梳的過程當中 髮瀏已經告訴你哪些比較適合放在前面 哪些比較適合放在旁邊 而每一個擴散的位置不同 所以你在分真正向前瀏海的三角分區的時候 就要格外的注意 所以一般來講呢我就會抓在這個 你將剪髮書放上去 然後用手指放上去 你就會抓到一個向下的一個位置 通常向下的位置就是 比較適合向前撥動的一個瀏海位置 那找到了之後呢 把這個分區分出來 然後並且抓出寬度 因為那個時候你往下出的時候 你會很清楚知道哪些頭髮自然垂落 會落在大概哪些位置 可以稍微抓窄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抓窄一點它會回彈嘛 所以一看之後就會往外彈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所以第一個小重點就是 先抓出你所想要的自然擴散的瀏海分區 第二個呢就是 我們在剪第一刀瀏海的時候 我們就要分區 但這個時候有些同學會說 那老師我可以不要分區嗎 OK 可是如果三角分區 你不分層來剪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你會把兩邊頭髮往前梳來做裁剪 那很多同學說 往前梳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你有遇過 你剪完的瀏海 兩邊都會有過多的層次 九成九九九都是因為 你將頭髮沒有自然垂落的位置去做裁剪 而是向前梳的方法去做裁剪 它回到正常的位置 它就會有斷差 斷差就是層次 你說層次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因為你需要中間沒有層次 兩邊有層次 你到時候還是要去修那兩邊 結果你還是要把中間修的再短一點 才是你原本所想要的長度 所以呢 我就會建議你們 第一層的時候 一樣分一個圓弧的第一層分區 為什麼要分圓弧 因為圓弧就是比較容易造成頭髮自然擴散的一個分區 因為它就會自然而然的放在每一個自然垂落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從中間開始下刀 下刀完之後呢 我們才會往兩邊去做延伸 如果你希望的瀏海是平的 甚至有一點點向下 我們就會依照自然垂落回到正常的方形的位置去做裁剪 或者是自然垂落 但是這兩邊還是依照方形的去做裁剪 這兩個方法都可以 但是千萬不要把髮根就直接向前輸 因為如果你把髮根向前輸 得到的結果一定是有層次的 剪完了之後我們就往兩邊去做延伸 所以第二個重點就是千萬第一層 一定要分一個圓弧的分區 再加上自然垂落的一個輸髮方向 然後盡可能不要做過高的提升 這第二個重點講完之後我們就是第三個 上面這個小分區自然擴散 在自然擴散的同時我會先把頭髮整理好 整理成這個頭髮原本應該會擴散的位置 然後這個時候第三個重點就來了 千萬不要輸髮根 直接從髮中輸到髮尾去做裁剪就好了 因為如果你動到髮根你就會去改變 原本你預設好的自然垂落的位置 你又向前輸了 又向前輸它回到正常的位置 又是層次 所以這三個步驟就是大家還記得嗎 第一個用自然垂落的方法找到你需要的分區大小 第二個就是第一層的頭髮請麻煩分圓弧的形狀去做檢查 因為這個時候容易找到自然垂落 第三個重點就是上面的小三角形 不要整理完之後不要從髮根梳起 從髮中到髮尾梳起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運用可能兩分鐘 就可以把吸流槓剪得超級無敵準 超級無敵快喔 技術部分講完之後呢 我們本週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是一個非常興奮的訊息 那就是在3月2號呢 台北涼面會舉辦一場影響力講座 那我已經受邀出席了 就是我是講者之一 總共有五位講者 那這個名單都非常的厲害 那真正現場會出席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是我跟Abi Abi 大家知道是誰嗎 Abi 就是網路紅人 就是有非常高IG跟Facebook流量的一位 髮型教育工作者 他是專門教日系的燙髮的老師 他非常的紅 台灣的部分就是我跟Abi 國外的部分呢就精彩 兩邊學長會透過影片 去播放一些對大家有影響力的一些內容 例如說澳洲的Canis 就是YouTube人數超高的 好像四五十萬吧 第二名是 不是不是第二名 第二位是 美國有一位染髮的老師叫Rich 那他是專門教染髮的教育工作人 他是全球性的 那他也是 之前是在TG學院的 所以其實非常厲害 那第三位呢就是 那個Marco Marco呢是ZenZ這個 英國學院的算是總監吧 Marco的話就是 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教育工作者 那總共有五位 那我是五位其中之一位 那這場講座其實非常有意義 那意義的點在於說 現在的社群很重視影響力 那每個人都在散發出 屬於自己的影響力 那大家最知道就是 有那種網紅型的 就拍個自拍照 就是有一堆人會在留言 或是一堆人會互動 那像我們這種拍自拍照 就沒人會鳥我們 我原意是我們不是網紅 那我覺得兩面全狼辦這場 講座意義非常大 因為其實 大家應該會找到 自己屬於自己的 社群平台的模式 像我就是從去年 2020年 開始在經營YouTube 那我覺得 慢慢的有在成長 從剛破千 兩千 現在也三千多了嘛 也是值得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是從零開始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影響力講座呢 它可以激勵到非常多人 對於你自己在社群上面的影響力是什麼 而不是只有網紅喔 因為我覺得 大家好像都誤會了 我覺得 真的我在網路上面看到 好多人 你說他長得很帥很美的 然後想要做網紅的 我覺得無可厚非 因為大家都想要成為明星對吧 那可是有一些就是 不是這個料的 就像我一樣 我也曾經迷思過 想要拍個自拍照 以為自己很帥 然後就會有很多互動 可是其實我就不是那個型的 那我覺得我是很認真在做的 所以 我們3月2號那一天呢 就是會有五位講者 一起來分享屬於自己的影響力 那我覺得是蠻正面意義的活動 那購票辦法呢 就是記得 一定要 最近一定要鎖定 兩面學堂的官網 跟他的IG跟Facebook 因為呢 上面會有直接的購票訊息 跟地點跟時間 那真的很期待在現場可以看到大家 那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都可以留言 那本期就到這個地方囉 那記得 我們今天講的瀏海的三大重點 我再幫各位複習一下喔 第一個就是找到適當的分區 而這個適當的分區 一定要按照自然垂落的方法去找到 第二個就是 你的第一區的時候 剪裁的時候 一定要分圓形的 因為它可以很容易幫你找到自然擴散的位置 第三個就是 最後小三角區塊 一定要自然垂落之後 不要梳髮根的位置 一定要從髮中到髮尾梳起 這個時候就不會破壞自然垂落的位置喔 那這三個步驟 希望大家可以記得 看完這部影片之後呢 記得我們還有其他的影片 例如說 遲刀 或者是 分區 或者是種種很多不同的影片 希望你們可以持續的看下去 那千萬不要錯過學習的機會喔 這裡是科學減法實驗室 我是魏子淵 我們就下週五見囉 掰掰 只會忘記 也下週五間 然後